投的第一个球是个偏内侧的坏球 六局下半 六局下半 韩国队的进攻 韩国队现在担任打击的是第二棒的柳志贤 柳志贤现在 而木村是潜水艇式的头发 是第一肩侧头 和我们的蔡明洪 以及原来的林坤伟 再早期的刘春龙的球路 投球的方式差不多 打了一脸旁边的界外 几好球一次 球数变成了两好球 一坏球 六局下半 韩国队的进攻 我们看看这个慢动作 好球 木村看他的体型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袖珍型的球员 不是很高 大概175公分左右 那么体重有75公斤 青年21岁 过他投球的球路 在出手的那一刹那 有的时候是游下往上投 有的时候是平投 低肩平投 对 塞拉斯洛跟安拉斯洛的这种投 两种 哎呦这球打到 打到了三连旁边 现在的球数是两好球两坏球 没有人出局 没有人再累 六局下半 韩国队的进攻 木村 打击出去 右外野的 结果被右外野手给切杀出局 这球被日本队的右外野手 高刚亚人给切杀出局 一个人出局 接下来轮到了第三棒的梁俊赫 我们看看刚刚这球的慢动作 球飞向了右外野 被高刚切杀 轮到了第三棒的梁俊赫 背后三号 左打者 白球 木村 打击出去 二雷手接到之后 快上个一雷 out 把梁俊赫封杀在一雷之前 两个人出局了 两个人出局 六局下半 这个日本队防守 韩国队进攻 韩国队现在轮到了第四棒 金进棋 第二次 指定打击 我们看这个慢动作 这个球是滚地的球 二雷手接得很稳 传个一雷 传得并不是很好 好球 金进棋 韩国队的指定打击 他在第一次的时候 急出过安打 第二次 上了雷 那么这次是第三次 把那个本雷上面的高黑球 捕手跑来接 正好可以接杀 三个人出局 接得漂亮 我们看到这位捕手 接得漂亮 三个人出局 结束了六局下半 韩国队的进攻 目前比较还是2比0 韩国队领先 与下半韩国队的进攻 韩国队现在轮到了背号29号的第五棒 董凤撤的打击 而日本队的投手是他们的后援投手 牧村仲太郎 好球 董凤撤并没有挥棒 目前韩国队是以五支安打拿下了两分 有一次的失误 日本队集出了三支安打 没有得分 也有一次失误 挥棒落空 董凤撤 挥棒落空 现在韩国队是以2比0 2比0领先了日本队 比赛进行到七局的下半 那么七局下半 韩国队进攻 也就是说日本队还有两次进攻的机会 今天是日本队先攻 而如果日本队在未来的两局 不能够得分超过两分的话 那么就要输掉了 董凤撤又打了一个本磊后面的插棒球 球数变成了良好球 没有坏球 张先生我们在前面谈到了 今天下午的中美之战 那么目前中华队在这一次赛会里面 给人感觉就是打击力非常的强 但是投手方面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好像可以独称九局的一个王牌投手 您认为在培养投手方面 我们需要做哪些努力 看我们这一批的投手 身材都还蛮不错了 比如说锅里建峰的确可以培养 它的稳定性比较不够 力气各方面都够 稳定性比较不够 那么像林曹房啊 这个蔡明洪 林光洪 这个都可以培养的 我认为他们的这个身材都不错 但是最主要是要让他们多比赛 多比赛 多跟人家比赛 你不比赛的话得不到经验 那么如果说多比赛 你看从这个洲际杯回来到亚洲杯 亚洲杯到目前这段时间 可以说进步非常的快 那么何况还有两年多的时间 我想这两年多的时间 除了训练训练之外 像王振智回来也这样讲 多让他们比赛 输球没关系 有输球才能够得到经验 那么如果说太早让他们说 哇马上都变成王牌投手的话 很可能到92年那个时候 这个巅峰啊 可能不会达到 所以多比赛 练习当然是要多跟外国队来比赛 挥棒落空 董凤车刚刚在连续打了两个外野的计划球之后 挥棒落空 董凤车被三阵出局 我们看看这个慢动作 董凤车被三阵的慢动作 挥棒落空 接下来轮到了第六棒 孔一直的打击 那么投手多比赛 可以跟不同的这个打击者接触 我想对于打者的一些情况 可以做比较多的了解 临场的经验可以得到比较丰富 现在七局下半韩国队的进攻 现在担任打击的是第六棒的孔一直 目前韩国队是以2比0领先的日本队 在日本的这个直棒 你如果说一场比赛刚开始前五局 被得三四分 两三四分 不会说马上想要把它掉下来 因为监督啊 都会通常都会很有把握的 孔一直打了一个中间的高飞球 被日本队的中外野手 林木英之给揭杀出局 七局下半两个人出局了 结束了第七棒 结束了两个人的进攻 我们看看这个慢动作 高飞球中外野手林木英之跑去揭 接到 接下来轮到第七棒 任秀赫的打击 好球 任秀赫并没有汇报 不过像蔡明洪他在周际杯的时候 表现的并不是很好 但在亚洲杯对日本比赛里面表现的特别好 那么这个这是一个实地的关系呢 还是他本身控球稳定性的关系 这每一个球员都有高低潮的时候 高潮的时候他投球各方面都觉得很很顺 那你如果说低潮的时候 你再怎么投 我好像觉得这里不太不太顺的话 当然就是 每一个投手都有这种习惯 川顺雄在今年的日本直播 他就觉得很不行 因为他要达到第十场的这个 渗透的话 所以到后来才很勉强的达到第十场的渗透 打击出去 游戏手机到最后快穿个一垒 三个人出局 任秀赫被封杀在一垒之前 三个人出局 结束了七局下半韩国队的进攻 目前的比输还是二比零韩国队领先 头痛死了 安静点 怎么了 我头 现在第八棒 背号八号的普代融乐打击 日本队的投手 还是他们的后运投手 牧村中太郎 太郎投出的第一个球是 偏低的坏球 球数是没有好球 一坏球 打击出去 一个漂亮的平非安打 在一二垒之间的漂亮平非安打 普代融 现在又站上了一垒 我们看看这个慢动作 打击出去之后 正好是在一垒和二垒之间滚到了右外野 接着第九棒 安庚贤的打击 安庚贤 第九棒 他是韩国队的三类手 牵制一类 张先生 您看如果假如日本队输的话 对我们有利还是没有利 这个循环赛 不过他今天把平田推出来 平田并也并不是 不过很难讲 他根本不是一个王牌投手 来的 但对韩国来讲是很有利 他韩国有两个组头 可以留得专心来对美国跟对我们的这个比赛 他今天用掉这个 郑敏台 郑敏台的话 他还有这个巨台城 金庆焕 他们都是 这两名投手都是不错的投手 球数一好一坏 但是打击的是 安庚贤 触及短打 结果球 滚到了界外 日本在这次的这个投手 很可惜啊 有一个左投手 汤周 他打完第一场 这个加拿大受伤了 那么听说已经回 已经回日本 就是日本去了 这个实力啊 差很多 所以日本就目前呢 推不出一个说 真正能够 独撑大局的一个 这个投手来 汤周好像是打到眼睛 对 伤势不清 就回日本了 打击出去 那个 左外野的高飞球 被左外野手接杀出去 被接杀 接下来轮到了 第四个轮回的第一棒 李中范的打击 我们看这个慢动作 打击出去 之后 这棒子 挥得并不猛 有想挥又不愿意挥 结果又打到球的结光之下 所以这个球 飞得并不远 打得很高 被日本队的左外野手 稳稳地接杀出局 接下来轮到第一棒李中范 第四次上场打击 今天韩国队的前三棒 前两棒表现得不是很好 尤其是李中范在第一棒 尤其是李中范在第一棒 有两次被封杀在一队之前 一次被三阵 现在在一队上的是 浦在荣 他刚刚急出过安打 右外野的安打 站上一垒 八局下半 目前韩国队以2比0领先 牵制一垒 一般来讲 韩国队的球员非常年轻 能够有这样的表现 显示在未来的亚洲杯的比赛 和世界杯的比赛 我想韩国队的实力 都会相当不错 他们也在准备 也在准备 打击出去一个中间方向的高飞球 被日本队的中外野手 林木接杀出局 两个人出局了 轮到了第二棒 柳志贤的打击 现在这个后援投手 牧村仲泰兰 也算是日本队 目前跟平田两个人 算是比较主力投手 那么所以他现在已经下来了 那么明天他们的比赛 可能这两个人可能要休息了 好球 柳志贤并没有推棒 站在那 现在球数是一好球 没有坏球 两个人出局 八局下半 韩国队的进攻 目前的比较二比零 韩国队领先两分 韩国队在第四局 第五局各得一分 打击出去 柳志贤了之后 传给二磊 把分析二磊的菩萨 攻杀在二磊之前 三个人出局 结束了八局下半 韩国队的进攻 目前的比较 还是二比零 韩国队领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